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起來玩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我是魏惟 今天我們要參訪一個自然風的島嶼 叫做布吉島 我們出發囉 這個島就是很自然風的感覺 然後特色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瀑布 從入口你就看到有瀑布了 很多書啊 很多花在點綴 對自然風自然風 我們曾經去拜訪很多島嶼的那種都市風 偶爾可以看看自然風的感覺 也不錯 如果大家想要做自然風的島嶼的話 歡迎大家參考這一集的影片 這個島很特別喔 他把他的島都造成一個一個的小路徑 這邊是他的一個景點 可以看到他的露營地 超漂亮的自然景觀的露營地 我的露營地跟他差不多 不過跟他不一樣的是我露營地種了花 他的露營地全部都是瀑布 我覺得這邊超棒喔 晚上應該也很有V 像有這些火把啊 什麼的 坐在這邊休息一下 或是跟朋友拍照 島主座這裡挖滿久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也不錯 讚讚讚讚讚讚 就是我們整天都在都市裡面生活喔 來到動物生活會裡面 他就打造了一個像這樣子 自然的環境 有小動物啊 跟他們講講話 這樣的感覺也不錯 你想要把自己的島 變成一個自然風的感覺的島嗎 旁邊有一些瀑布啊這樣子 Nook商店這樣子布置也超好看的 美的 他的裁縫墊也是超自然的 後面有瀑布當布置 我覺得沒有城市的設計 全部都是鄉村自然的設計 也很棒 這麼一大堆瀑布的前面 是一個博物館 主人的客廳也是非常的自然風 跟他整個島的氣氛超符合的 大家要不要坐像這樣子的客廳 白色系為主的 放很多的植物當裝飾 自然風的客廳 哇 這個是很自然風的感覺 這是蘑菇房間嗎 可以在這邊露營啊 你看他的壁紙超特別的 河流還會流動 哇這個浴室 超有feel的 要是我這樣的壁紙 我也想做成像這個樣子 而且這個地毯 我也沒有這樣的地毯啊 喔超想要這樣的地毯的 哇接下來是日式的房間 榻榻米的感覺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這個地板耶 不過如果配合這個壁紙的話 哇哈哈 整個feel就出來了 我把這個地毯送給我的島民了 之後再買之後再買 像這種自然風的設計 每一個場景看起來都蠻歐洲的感覺 有沒有 哇這邊是另外一個景嗎 這邊是一個小花園 是自然風的餐廳 大概 可以出來這邊休息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DIY桌耶 可以在這邊做DIY 這邊種了好多好多紫色的花喔 紫色玉金香 還有蜂巢啊什麼的 這邊是他的農莊嗎 古倉在後面 田園風的感覺啊 正 也許我應該要把我的島嶼改成田園風了 我玩遊戲的時候啊 放鬆一點 出現了這邊一個噴泉公園 白色的雕像 白色的路燈 加上這個噴泉 大家喜歡嗎 大家看到他的島嶼 會不會想要多做一點 動物的標本 蝴蝶啊 放在這邊當做裝飾 各種蝴蝶的標本 喔說是叫蝴蝶園啦 哇真的是超多蝴蝶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也設計得很好耶 這個地方 我可以站在這邊釣魚嗎 這樣子也可以 叫我釣魚大師 這邊是一個白色的小商販區 沙灘可以佈置成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想要佈置沙灘的話 島嶼用很多小草來佈置 尤其是夏天喔 雜草蠻漂亮的 他把它沙灘佈置成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息一下 這邊是他碼頭的佈置啊 碼頭也要鋪一個地毯在這個地方 可以野餐 坐在這邊休息 看星星 通常人家的鐵路都直直的 他的鐵路是彎的 坐在這邊喔還有一個時鐘在這邊 好像要等車的感覺 等火車 我們來等小火車過來 這個鐵軌還可以開車嗎 海灘這邊擺一些座位 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 不錯嗎 可以這樣子設計 喔這地方感覺不太一樣 中古世紀的感覺嗎 很多畫在這邊 很多畫在這邊 海灘也可以變成像這個樣子 鋪點木頭的地板 整個感覺又不太像海灘 可是我們現在又在海灘 有超多超多畫的 奇怪為什麼狐狸都沒有來 他怎麼可以買到那麼多的畫 常常你會看到不同的玩家 會利用這個古倉 做出像這樣的 有點像城堡的感覺 那這就是今天的動物攝影會 我們參觀了一個島嶼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想要我去你的島嶼參觀的話 也歡迎聯絡我 在這影片的敘述內容裡面 有我粉絲專頁的網址 可以透過粉絲專頁聯絡我 我很願意去你的島上參觀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